虽然这些动画角色只是个小人物 可他们的高光时刻真的也非常令人动容 1.佩德洛大哥 在海贼王的庞大世界里 佩德洛的实力确实只能说一般 可他确实连路飞都要教育生大哥的配角 在他小时候 罗杰对他说了一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场机会 他一直铭记着这句话 并且为了世界黎明的到来 而在不懈努力着 为了能让路飞他们逃走 佩德洛一把抓住佩罗斯 然后点燃了绑在自己身上的炸药 和佩罗斯同归于尽 如果说罗杰的辉煌时刻是海贼王 那属于佩德洛的时刻 就是现在大海上从来不缺真男人 真男人会死 但永远都不会输 佩德洛值得真男人这一称号 2.麦特凯 一个永远把青春两个字 挂在嘴边的热血男人 身为木叶的上人 很好有卡卡西比起来 凯好像一直都没有什么敬业的能力 大家只知道他体数很强 自称木叶高傲的苍蓝猛兽 可直到那一场战斗的到来 班 这个让火影战力开始崩坏的男人 真的让人感觉无比的绝望 也正是因为班的强大 才造就了麦特凯最高光的时刻 当八门盾甲死门开启 赤红野兽掺上 作为被班爷认可的男人 差点一脚踢出大结局的男人 他没有投数 没有尾兽 忍术换术基本不会 光靠努力和博命有这种成绩 我已愿称之为本期视频的最高光时刻 3.小果丁 和前面的佩德洛不同 小果丁和真男人毫不沾边 前期的他真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跑龙套角色 没有表现出一点大佬的气质 所以到我最后才知道 他才是那个超级反派 真的是有把我狠狠地震撼到 把一刃和全谋贯彻到极致 谁又能说这样的小果丁不厉害呢 而这一部的果宝特工在剧情上 我愿意称起为系列最强 各种反转内涵 除了上面所述说的三个角色 还有刺客567中的普通刺客 和春风一郎 海贼中的小风 一拳超人中的武政骑士 99里的大哥普罗修特等等 正是这些一个个塑造的极其丰满的小角色们 才成就了那些经典的动漫作品 最后在座的各位 虽然我们也只是世界中的一个个小人物 可我相信未来的你们 也终将会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就如同在迪迦奥特曼的大结局中 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光 这个世界也是因为你们的存在 才能如此的精彩 加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